11号上午花莲鲤鱼潭举行2022亚运龙舟国手选拔 14人级的竞技龙舟国手选拔赛 1天2天在花莲鲤鱼潭进行 获选的选手将代表台湾参加亚运及世界龙舟锦标赛的资格 这也是台湾第5度参加龙舟市井赛 这几年水上运动相当活跃 而竞技型的22人12人一别的竞技龙舟 可以说是相当多水上运动爱好者喜爱的运动之一 也就培养出相当多竞技龙舟运动选手 11、12号两天将在花莲鲤鱼潭进行国手选拔 将代表台湾参加亚运龙舟项目比赛 2022年的杭州亚运的国家代表队选拔 那我们预计在这里一连比赛三天 会产生我们台湾的代表队要到大陆去比亚运 那我们在2018年也得过了两金一银的成绩 那这一次在花莲办理这个国家队的选拔 也希望说选出最优秀的选手 能够再次夺得佳击 那各位如果有时间也可以来旅团 这个风光明媚的地方来为选手加油 然后希望也有我们当地的花莲的子弟兵要来参赛 这次在水上运动的提升 推展了国际运动交流的重要政策以及目标 也欢迎对于水上运动有兴趣的民众 一同到场为选手加油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